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聖誕快樂啊各位 今年聖誕節竟然是星期六 唉,虧了一天假 原本是想著不如不出片 應該聖誕節正日都沒有人看Youtube 但是又不想這樣斷了 就覺得不如用全新的形象 跟大家一起過過聖誕節 為什麼會拍今天的Get Ready With Me 就是因為昨晚喝了太多酒 我現在是縮醉狀態 你會發現語無倫次 說話特別了 是我還在汪汪噴噴噴 想不到嘛聖誕節 沒有理由燒大家買東西 又沒有理由直接聊天 有想過是一直拍化妝 然後說一下今年的心路歷程 但是因為有少少的東西 都可能會在那邊 所以我不想大家聖誕節聽這些內容 就... 我用一些可能最近新入手的化妝品 然後又剛好我現在短髮 然後一起來的樣子是極殘的 就化一個精神一點的妝 現在頭髮看起來髮質很好 很開心 聖誕正日也要逼大家看看我的素顏 才安樂的 現在超方便 之前長頭髮一起來就像一個獅子王一樣 要疏順頭髮 但是現在用手隨便撥一撥就已經完成了 一會兒夾一下就行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看不慣 我短髮覺得不好看的話 那頭髮是會長的 過幾個月又一條好汗了 我們現在開始化妝了 先戴了Cone 今天會用到是OLANCE的這一款 它的著色範圍是有深淺兩隻啡色的 我的眼睛今天是很明顯這樣倒下來的 Color Cone的重要性 有帶和沒有帶很大分別的 記住一定要滴這一支保濕水 因為喝完酒之後的肝 是會連眼球都乾了 你看現在多精 而且喝完酒肝臟負荷很大 整個人看上去都會黃金 所以我就要調一調色 這個是LITTLE STAR DUST的粉紅色防曬 它會令人變得比較白淺 提亮一點 額頭應該更加看到 因為額頭真的很暗黃 看得出個分別 它又不會泛白 但是會調整好膚色 沒有這一邊那麼暗黃 這個是物理防曬 有SPF32 以冬天日常來說 我都覺得是足夠的 然後也是日常的遮一遮黑眼圈 都是用Tarte的Shape Tape Concealer 然後美妝蛋今天用雪後 這個濕了水之後 發到超級大 大家看看原本也是差不多這個尺寸 但是現在變成巨型美妝蛋 它是我用過最柔軟的一款美妝蛋 這麼多個牌子都沒有它那種軟層 細密度做得很好 粉底方面今天會用這個CC Cream 你不要聽到它說CC Cream 覺得一定很薄 這一款其實是有一點點厚度 它的遮瑕度是很好的 我現在先會用手指推開了 不用推到很均勻的 一會兒會再用美妝蛋去撿 但是我試過如果直接用美妝蛋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推 的話妝感沒有那麼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用手推已經不錯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用美妝蛋去拍一拍 令妝感沒有那麼厚重 之後的光澤度也會比較好 而這個CC Cream的持久力是非常之好 就算我是縮罪 皮膚狀態不好 然後你上妝 它也不會半天之後浮粉 或者是脫妝 它會一樣是很貼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一定是選擇它 突然覺得嘴很乾 我先塗一個潤唇膏 這個是New Story 上次的Discovery Boss開箱 它很香 所以我最近就很喜歡用它 碎粉今天我就會用Hour Glass 因為我想要那個 私用感 還有 膚質看起來很好的感覺 眉毛就想試一下用Rachel Wine 新的這款礦物眉粉 我把它倒在蓋上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用這個 那就用一個眉刷 拿了一些粉 也OK 因為它本身是可以用來做修容的 但是這個色做修容會不會太深色呢 不管了 我先畫一條眉 那我自己畫眉也是跟眉型而已 很廢的 這個上色不錯 我喜歡用眉 gel 可以令到毛更加工整 那就用一個自然的顏色 我沒有勇氣用剛才的眉粉去做陰影 今天應該是不可以有技巧可言的了 所以穩陣一點 我就用了MAC的Omega 這個差不多用完了 又可以去換身了 這一盒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12色眼影盤 我在Black Friday的時候 然後半價再買一送一的時候入手的 非常之百搭 最適合這一類不想用腦的日子 先用了這個顏色打底 這個12色眼影盤是不會飛粉的 非常之貼服 又很延伸 我自己是很喜歡 每一年它們都會有這個買一送一的 上年有 今年都有 所以下年大家記住要留意 記住看我的Story 對 以下眼角都塗一塗 然後就畫眼線了 雖然我已經紋了 內置了一條內眼線 但是頭頭尾尾尾我都會補一點 其實真的方便很多 我只要補了後面這個尾尾 再在前面那裡加一筆 那我現在就畫完了 眼線 接著我會用深色有閃的這個 沿著眼線位 去慢慢推上去 少少 然後就營造一個 少少的層次 少少的輪廓出來 也畫了下眼尾這個 少少的三角位 哎呀 碰不到 我自己是一個很懶的人 通常可能你說 滾開它那些 很多時候我都是用手指 乾淨的手指就做得到 還有我也是用那些眼影掃的 這次也是用圓頭這個 拿回金色的閃粉 在眼皮中間 然後把眼睛掃到眼頭 嘩 好漂亮啊 哇 它好像金箔貼上去 整個感覺 大家 在鏡頭那裡 敢不敢掃到 哇 好漂亮啊 然後把這個 同一隻顏色 我們就畫下眼頭這裡 扭到中間 Mascara就用 TOOFACE的BETTER DANS SESS 那裡面的刷頭 是很typical 有少少弧度的 因為我做了一個蛋白 所以捲繫到這個問題 就完全不需要擔心了 一畫上去就已經做了太陽花的效果 最重要就是這支Mascara 不會溶 不會化 不會掉下來 還有不要那麼容易 畫的時候 撒到眼皮 就已經可以了 分得出塗了 還有沒有塗 現在塗完這邊先了 胭脂是近期最愛Laura Mercier的Chai 我是超級白搭的 和我是很搭 好像命定的顏色一樣 我剛剛打開的時候 發現我超級喜歡的BECCA Moonstone打亮 裂開了 不是啊 我發現掃一下它之後 裂痕好像 埋了一點 看到這一條嗎 原本有個裂痕 現在沒有了 我是不是還喝醉 我有沒有看錯這件事 打亮對我來說 一個暗沉的皮膚 一個喝完酒之後 整塊臉好兜的皮膚 是非常之重要的 拿回光彩出來 這個 就是這道光 之後呢 就 精神很多了 最後就是唇膏了 可以把今天整個人 拉回來 就是靠它 它的色號是LV03 話說今年有兩次 我都是出去打算拍照 然後發現自己沒有戴到唇膏 所以馬上就買一支 陰差陽錯下 我買回同一支 還要同一隻色 嘩 這件事 簡直 這個唇膏還不是我的 怎麼看呢 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季節 我都是 這麼喜歡它 要選一模一樣呢 實在是 很巧合啊 好啦 那我化完妝了 換一換衣服 然後 頭髮 整理一下 再回來 跟大家 結尾 結尾 好啦 我回來了 現在整頭真是超方便 我是把中分 隨便撥在一邊 就裝作自己整理過 然後把那些笑起 夾上它 就 搞定了 當自己 如果你是未習慣這個髮型的話 放心 我都未的 是的 我還是在適應中 純粹是洗頭的時候 超爽的 洗頭吹頭 是用少了一半的時間 正啊 那 Anyway 現在 今天這個妝 大家會看到的 剛才那個潮水 掃眼 然後 完全沒有精神的樣子 都還算可以騙人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 上妝過程 反正聖誕節 我也是輕輕鬆鬆的 拍片 還有大家看片 接下來1月1 不如你們告訴我吧 我想說一下去年的心路歷程 一些2021年自己很深印象的事 但是呢 有機會是沒有那麼歡愉的一條片 有機會沒有那麼精能量的一條片 大家介不介意 如果介意的話 我就可能再遲少少1月中 我就想一下1月1 跟大家怎樣來一個新一年 新開始好不好 對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錄近生日和星期日 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 Bye